哎呀,今天換工作場所了 要用爬的 爬,我今天現在爬上來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手上的東西非常眼熟 沒關係,不過我的精力是非常的旺盛 我今天也要來介紹這一隻 碳纖維360度自拍桿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再把主角拿出來 變出來了 就是昨天的這一隻 它是我們的主角 它是可以去進行一個360度的運轉的部分 那它總共可以給三種設備來做使用 第一個相機,第二個手機 最後一個是運動型攝影機 那我大概給你看一下它是怎麼運轉 接下來我們要講解到的是 剛剛說到的手機夾的部分 那其實你現在看老師的感受部分 那安裝完之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這時候只要把手機準備好 你就可以去做安裝的部分 那安裝上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調起來 然後去做進行360度的旋轉部分 借可發現怎麼鬆鬆的 不是它年紀大了 是它後面可以去做一個旋轉的部分 你只要去把它鎖緊呢 它就不會一直亂跑囉 它就可以固定住 不會亂跑 開始囉 我剛剛還有說到的第二段 就是給運動型攝影機用的部分 那你現在呢 看到的這個成品呢 它有本體 然後還有轉接頭 然後再來到運動型攝影機 那我接下來給你帶來 細部分解 這次就不發呆了 因為我知道攝影師在錄喔 那我們這邊近距離給你們看到 剛剛說到的金屬轉接環的部分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運動型相機的本體 那你只要這樣安裝好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去做一個旋轉的部分 進行一個轉場的動作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最後一個環節了 那你可能說 欸 奇怪怎麼沒有大圖的介紹 因為它這個接孔 是跟運動型攝影機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就直接跟你講重點 它只要有四分之一螺孔去接通 它就可以去為相機帶來360度轉動的效果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唷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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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